文树木鱼这个熟悉党,在经历了音乐类节目的全网警喷后,又迎来了情感类节目的蜂拥,既真心大冒险后,幸福三重奏,请与这样的我恋爱吧,妻子的浪漫旅行等接踵而至,接下来心动的信号,喜欢你,我也是等恋爱真人秀也将为观众带来源源不断的青春和耳蒙。 情感类节目经历了多年的演变,在国内综艺土壤的培育中,不断得到丰富发展,此番爱奇艺喜欢你,我也是与腾讯视频的心动的信号,同样瞄准了素人恋爱观察真人秀的市场蓝海。 届时,爱奇艺与腾讯视频将迎来怎样的正面battle,为国内情感综艺市场带来怎样的火花,令人期待,同题台狭路相逢,抢占先机就能决定成败。 据悉,腾讯视频心动的信号,与韩版HotSignal模式相同,将邀请四对素人单身男女入驻信号小屋,并邀请明星嘉宾和心理学专家组成心动侦探团,来反观八位素人单身男女日常相处的生活细节和情感走向,进行推理分析和心动连线。 HotSignal此番爱奇艺,打造的喜欢你,我也是则将与HotSignal的制作团队全面合作,原版的策划,摄像,后期都将加入到节目制作之中,在借鉴原节目优点的同时,进行适应性改进,使节目内容更贴近国内观众的情感诉求,更符合国内的市场环境,尽管拥有韩国制作团队的加盟,但喜欢你。 我也是将在心动的信号之后播出,失去先发优势,市场情势也就变得更加严峻。 对此,爱奇艺节目编导向轻余透露,在原版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一些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升级,如原版节目中演播式环节比较拖沓,我们在交流商讨后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在内容为王的当下,先播与否不能成为成败关键,优质内容才是吸引用户的唯一法则。 心动的信号由企鹅影视,为众传媒联合制作,将邀请朱亚文、张宇启、江思达、关宏、杨超越等艺人加盟。 喜欢你,我也是目前你邀嘉宾上未公布充满神秘,制作上除了有原版团队的实践经验保驾护航外,爱奇艺节目制作团队还将对这一节目,进行更多中国化特色的改造,使之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甚至成为一档全新的节目。 喜欢你,我也是与心动的信号,之间的交锋,已经不仅仅是两档节目之间的较量,而是对节目深厚平台内容自制能力的考验,与同为第一梯队的腾讯视频,优酷相比,爱奇艺最大的区别在于其还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因此在内容自制团队的培养投入上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更大的自主性。 这也是此三两档节目在制作上的区别所在,小众与大众,老刀与信任,爱奇艺与腾讯视频的较量进入2018年以来,视频网站之间的竞争欲加白热化,尤其是在自制内容的较量上,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 从最新公布的用户数据来看,爱奇艺与腾讯视频的付费用户继续稳居第一,第二,一直以来二者之间的竞争亦可谓是其鼓相当各不相让。 整理爱奇艺与腾讯视频在2018年推出的自制网综阵容,可以发现除了爱奇艺的偶像练奇声与腾讯视频的创造101帧间对卖忙外,双方关于其他题材的节目更加充分,彰显了各自的平台属性。 从市场表现来看,在网络播放量上,双方头部内容均能达到10亿加量级,各有千秋,在今年一季度中爱奇艺的偶像练习声,热血街舞团,妈妈是超人3始终稳居榜首,而在二季度腾讯视频奋起直追,凭借创造101放开我北鼻3,拜托了边相似包揽了敬拜流量。 在题材上,爱奇艺头部网综集中于街舞,机甲,说唱等垂直细分的青年圈层文化领域,而腾讯视频的脱口秀,偶像养成等题材则更加大众化,常态化,如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机器人争霸,中国新说唱,腾讯视频的吐槽大会2,拜托了冰箱4明日之子2等。 因此,腾讯视频拥有更广泛的大众基础,但爱奇艺更出千层爆款。 在内容创新上,爱奇艺过去不乏奇葩说,姐姐好恶等头部网综IP,但如今平台的头部网综却坚持对新领域进行开发。 相比之下,腾讯视频的头部则集中在对宗恩代价值的持续开发上。 如果说腾讯视频的内容是一把有力的老刀,那么爱奇艺的内容更像是小而间的新任。 此番爱奇艺与腾讯视频在战速人恋爱真人秀,心动的信号与喜欢你,我也是之间谁胜谁负。 考验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节目内容生产,还与国内情感恋爱题材综艺的发展密切相关,时代变迁,观念迭代,情感恋爱题材即在提升。 自1998年,巧而开播的《玫瑰之约至今》,情感类节目在国内已经走过了二十载。 在这二十年的迭代升级过程中,情感综艺经历了《非诚勿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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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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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90后,00后逐渐长大,他们展现出了与70后,80后截然不同的择偶,恋爱,婚姻观念,揭示了年轻人们独特的新自由主义恋爱,由于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环境的影响,如今追求个性极致的年轻人们对以恋爱为主题的内容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诉求, 自然对情感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根据东京女子图鉴,改编的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虽都是讲述女主角从小镇姑娘到都市精英的成长历程,但三部剧中不同地域的青年,在面对情感问题,时不同的心境与处理方式, 却真实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情感诉求,他们都会面对想回老家的初恋,不想结婚的富二代,本地有房的宝妈男,长情陪伴的备胎, 但三人面临分手或背叛时都有着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见,年轻人的婚恋观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展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并在前一幕画中不可避免,被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 因此对于综艺节目的内容生产而言,在创新的同时还需要贴合本土社会背景进行创作,方能真正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而这考验的正是一个平台的内容自制能力, 如此前主打素人恋爱真人秀的真心大冒险灵感便是源自日宗别被狼君所欺骗, 但由于缺乏本土化的适应性改编,与中国的文化土壤难免水土不服, 豆瓣6、8的评分与原版相去甚远,而同样来源于素人恋爱创意的喜欢你, 我也是与心动的信号,能否打破这一搏来品与中国观众之间的壁垒, 则要看其身后平台内容自制与用户把握的综合能力, 爱奇艺与腾讯视频的这场较量还在继续, 最终谁主臣服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吗?